明明救護車正要通過一輛銀色轎車 硬是繞過林婷的小黃想要超車 儘管發現過不去後 立刻右轉靠邊行駛 還是被袁警攔下來 救護車要讓他過了好不好 好 她不知道 好 沒關係 看一下證件就好 坐在副駕駛座的丈夫 不斷幫妻子講話 袁警心想該不會是無照上路 請他們拿出證件盤查 丈夫卻突然安靜了 沒來證件沒關係 但怎麼連自己的身分證字號 都想不起來 在袁警輪流質問下 他才鬆口 原來這名O系男子 是通緝犯日前夫妻倆出門 準備回家行進板橋舉光路時 因為太太沒理讓救護車 讓他身分曝了光 他這樣的行為 其實已經觸罰 可以罰3600元的罰款 以及吊銷駕照 儘管當時候駕駛公車 沒有注意到 或是辯稱說 沒有聽到鳴笛的聲音 但這也不能當成免罰的理由 做工的O系男子 因為遲毒又販毒 被判四年 有期突襲 沒報到入監遭到空氣 原本想幫妻子解圍 但因為眼神露現 這下誰都救不了自己 TVB新聞 吳俊賢檢運期 吳俞亞新北報導 掌握全球情緒 國際新聞全新選擇 YT頻道 TVBS 國際Plus 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